109年11到12月份的统一发票开奖了 其中开出1000万元特别奖的幸运店家 是在花莲市和平路上的全国加油站 国税局花莲分局2月5号特别前往祝贺店家开出大奖 除了提醒中奖人要在期限内领奖 也呼吁消费者多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中奖的几率会更多 国税局花莲分局同仁5号上午来到了和平路上的全国加油站贴出红榜 祝贺这里开出了统一发票1000万特奖 我们这个加油站在去年11月25号 消费者花了78块的加油费 竟然中了1000万的一个特别奖 所以我们也非常今天来这里也庆贺 庆贺这个加油站开出这么一个特别奖项 同时我们也就是说这个呼吁一下 那个这个中奖的这个消费者呢 赶快就是说从2月6号开始 你要到5月5号为止 赶快拿着您的这个电子发票的证明链 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第一银行彰化银行 还有农业金雇或者是金门的信用合作社等 要去那边要亲自去对领奖金 这个期限到5月5号为止 不要忘记了 这位幸运得主在109年11月25号 花78块钱加955000汽油 就中了1000万元特别奖 国税局华联分局提醒中奖人 要在领奖期限之内对领奖金 以免逾期上市的领奖资格 同时也呼吁民众 消费购物多使用云端发票 除了原本的奖项之外 还有云端发票的专属奖 每期多了15组的百万元奖项 还有2000元的奖项15000组 以及60万组的500块钱奖项 总金额高达3.45亿元 中奖的机会多一次 呼吁一下我们的消费者 鼓励我们民众多多的 就是说那个索取云端发票 那意思也就是说 你要多多的就是说 去办理那个载具 那索取云端发票 那最重要的就是您的这个 这个要设定账户 把那个对领奖金 就设定到账户去 那这样子的话 像今天这个情形 那就是如果说 对你的奖金直接费到账户去的话 就可以省了百分之四的 千分之四的印花税 所以呢这个希望我们也就是说 希望鼓励消费者呢 在购物消费的时候呢 能够多多的使用电子 那个云端发票 这里会幻市报道